解放军对北京蓝队 马龙的球非常细腻严密 而且在场上他发动得快兴奋的早 特别灵活在场上 现在马龙在开局是7比1领先 好漂亮 这个球足以看到马龙 他这个状态相当不错 反手的快丝大脚 这球马龙接发球 判断清楚之后 果断的发力挑打 成派一路人 这接发球正手片中间台内短球 一直是个软肋 这个球通常是以控制 搓短 拉起来为主 一般不轻易的发力爆跳 那马龙刚才 挑打成功 哇 现在马龙是全面的开花落地 好的 发力 现在比赛结束了 11比4 马龙3比0 战胜了周宇为北京男队 先拿到了第一盘的胜利 现在 解放军队 在大比分2比1领先 这是第四盘的单打 双方的 一号主力 交锋 那么樊震东 可以说 这名年轻人 上升特别快 也被称为乒乓球的这种 天才型选手 现在目前 唯一没有突破的 就是马龙这一关 所以在大的一些赛事当中 最终的决赛 大家看到的 更多的就是马龙对樊震东 你看这种球 就是一个经验 随机的一个处理 它不是按部就班的 按照常规的一个 该拉 该挑 而是随意 突然 随机 应变 戳了一个长球 得分 用戳 也能得分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位球 马龙变得很快 在先发球的时候 突然 搓 樊震东的 反手底线 长球 对方拉球 质量不高的时候 其实马龙 是有所准备的 但这球呢 人在上位的时候 没有完全绷住 反了一下 马龙主要是在这个技术环节上 没有能够盯住 就是人感觉这个 整个注意力啊 不是那么的集中 因为人呢 这个紧凑的这个劲儿还不够 这样 10比5 樊震东 在第四盘的单打比赛当中呢 战胜了马龙 为解放军男队再得一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